我说今夜无神 于是众神陨落 我说全世界的妹子都会迷上我 当晚我差点活不了 我说我是亿万富豪流失在外的私生子 第二天全世界富豪都抢得当我罢了 这绝对是史上最无法无天的主角 什么系统 金手指 穿越重生加转世的都没他屌 这是一个26岁脑癌中期瀕临死亡之人 由于他想要活下去的欲望太过于强烈 结果获得了一个谎言系统 把他推送到了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这里是孵化之都 天才的故乡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社会精英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会名震世界 因为他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大脑和天赋 他脑袋里一道声音响起 欢迎来到美好的孵化症 由于你品德高尚 言行一致 所以你觉醒的天赋为欺诈者 所有人都会对你保持信任 你从不说谎 因为你就是谎言 天生的骗子 当言晃意识到自己撒了谎 可以成真实 这个世界彻底疯狂 言晃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却惊奇地发现 他现在在一辆车上 大脑里传出来一个画面 他正在直播中 直播在线人数一人 路人甲 还有一条留言 孵化之都的新人 直播间又进来一人 路人椅 路人椅为您打赏了一点积分 路人甲转发了您的直播间 就在这个时候 一张人脸突然出现在言晃视线当中 言老师 孵化症到了 您可以下车了 这是一个没有谎言的事件 但主角就是天生的骗子 十句有九句都是谎言 还有一句是吹牛 我说全世界的妹子都会迷上我 大王我差点活不了 我说我是亿万富豪 流逝在外的私生子 第二天全世界富豪 都抢着当我爸爸 我说今夜无神 于是诸神黄昏 我成了世界主宰者 正在看直播的路人甲 转发了你的直播间 我草 这么的牛逼 突然一张人脸出现在 言晃视线当中 空洞的眼神没有任何情绪 如木雕一般僵硬的脸 勉强挤出一个怪异的微笑 言老师 孵化症到了 您可以下车了 刚下车 身后就传来一句声音 言老师 可是您的头号粉丝 他的梦想 就是想成为你这样优秀的人 几个人一顿寒暄过后 言晃就跟着老谢一家人 朝着孵化旅店走去 孵化症里的氛围还挺特殊的 一路上也没有见到几个人 路途一半时 一颗巨大的原石 吸引了言晃的注意 老谢 这是陨石吗 不不不 这可是天才之石 它可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正因为有它 我们孵化症才出了这么多的天才 是吗 那还挺厉害的 我也拜拜 此时言晃的直播间 还是没有什么人观看 来来回回就那么一两个人 很快 老谢就带着言晃来到了旅馆 在旅馆的公告栏上 贴着许多寻人启事 哎 失踪的都是些外来人 可是这么久以来 也没有一个人被找回来的 所以言老师不要到处乱跑 我可不希望下一个失踪的是您 言晃凝视着这些寻人启事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正当他准备开门 进入自己的房间时 后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 回头一看 对门的门缝里 露出一只眼睛悠悠地盯着他 出于礼貌 言晃跟他打起了招呼 不料邻居碰的一声 就把门给关上了 言晃也没太在意 来到自己的房间 他刚把公文包丢到床上 就听到楼下 传来一阵清脆的破碎声 言晃迅速下楼 想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见谢福墨的老妈 在训斥他 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都已经孵化了 你呢 言晃一阵疑惑 他不知道女人口中的孵化 是什么意思 老谢也一脸气愤地骂着他 也不知道脑袋里整天想些什么 还不快把这些玻璃捡起来 言晃大致明白 是谢福墨把一个花瓶摔碎了 也没有多大点是 老谢一把揪住谢福墨的耳朵 我喊你捡起来 你耳朵是听不见吗 接着他仰起大手 就要朝着谢福墨打去 这力道 打在人脸上肯定会出事的 下一秒 言晃耳朵嗡嗡作响 脑袋里也响起直播间的提示音 哗哗哗进入直播间 风啸天进入直播间 老谢仰起大手 就猛地朝着谢福墨打去 下一秒 言晃耳朵嗡嗡作响 脑袋里也响起直播间的提示音 哗哗哗进入直播间 风啸天进入直播间 一时间 直播间涌入不少流量 只是手背上被打了一巴掌而已 怎么感觉头晕目眩的 难道是我的各项属性太低了吗 恭喜玩家达成50人 同时观看直播 奖励积分10点 同时直播间里弹出各种留言 好家伙 既然还有人敢荡这一巴掌 简直就是做死 上一次当这一巴掌的人 坟头草都仗好高了 触发那个剧情必死无疑 好久没看见 能走这个剧情的新人了 那个剧情 指的是什么 言晃一脸的疑惑 言老师 您怎么来了 很抱歉 弄疼你了吧 来来来 我给你上点药 不用 没事的 言晃收回自己的手 老谢 怎么大白天的就这么训孩子 犯了什么事 也没多大点事 小孩子不太听话 想给他一点教训 真是抱歉 让言老师见笑了 谢母也跟着一起附和 言老师 我这就给您拿药去 真没事 孩子还小 不能这么打孩子 这话刚一出口 就感觉到周围的气氛 冷了好几度 老谢两口子也不说话 一脸应笑地看着他 谢母一巴掌 排在小孩子的背上 伏墨 还不快给言老师道谢 谢 谢谢言老师 请您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 接着谢母一把 揪住谢伏墨的耳朵 就往里边拖 谢伏墨一脸惊恐地 瞪大了双眼 言老师是聪明人 这教育孩子是我们的家事 您就不必多操心了 饭菜应该好了 我去给您端一份送到屋里去 言晃正准备转身离开时 房间里传来谢母 恨铁不成钢的斥责 隔壁家孩子都孵化成功了 看看你 这么大岁数了 真是丢人 孵化 又是这个词 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这时老谢也从厨房出来 言老师走吧 我送您回屋去 言老师 我感觉有好奇心是好事 可凡事都要讲个尺度 好奇心太重是很容易出事的 而言晃的注意力 并没有在他身上 而是默默地从积分商城 购买了一个正在打折的道具 低级全视角探测 五点积分 能够在一个区域内安插视野 脑内自动获取方圆十米之内 所有视野信息 存在三十分钟 言老师 我说话 你有在听吗 言晃礼貌地回答 当然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 算了 跟你说那么多也没用 反正你以后也很难会有这个机会了 而此时老谢并不知道 在言晃的上帝视野之中 能够清晰地看见 他隐藏在背后的手中 握着丰锐的菜刀 直播间中的人数越来越多 来了来了 那个剧情要来了 看来这个新人还挺聪明的 竟然及时意识到不对劲 买了全视角探测 谢府站在面前 背后握着菜刀的手 使劲了两分 似乎要挥刀 就在这时 言晃不紧不慢地开口 发动自己的天赋 老谢 我在镇子里 绝对会一直安全 对吧 老谢的动作迟疑了 连忙收起自己的刀 保持着和善的效果 谎言判定 对立事件 判定失败 你在这镇子里 活不过三天 运气好的话 你今天就可以去 因曹地府和阎王 称兄道弟了 直播间观众们傻眼了 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操作 刚刚为什么没有按剧情走 而且谢叔叔 竟然真的老是回答他了 曹贼进入直播间 千山进入直播间 目前直播在线人数 102人 老谢的眼底 露出暗暗的光 捏着刀的手 再一次使劲 就在这个时候 严晃又开口道 老谢 那我在旅店里 会绝对安全 对吗 老谢鬼使神拆的 二次收刀 谎言判定 对立事件 判定失败 结果 非安全 受作用者规则改变 给出信息反馈 好家伙 没开二度 这言晃怎么回事 他是买了什么时间 逆流的道具吗 为什么每次剧情 都卡在这 掉胃口啊 你想多了吧 他只是个新人 哪里来的积分 而且就算是时间倒退 我估计 跟他天赋有关 天赋 他这欺诈着天赋 完全就是无效天赋 就算这么一直卡着也没用 待会儿也得死 但毫无疑问的 直播间的观众 依旧在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 讨论度也越来越高 恭喜主播达成直播间成就 刷新最快达成200人 同时在线任务 由于主播直播质量提升 各项综合数据稳定上涨 已推荐到 诡异类四级新人推荐 迷惑主播大赏 好家伙 这新人运气不错啊 因为卡在这里 既然那么快就拿到四级推荐了 不过应该没有下次了 我拿十点积分躲 他这回要是能躲过去这剧情 我直接给他打赏了 严晃嘴角微微翘击 十点积分 还不错 他看着面前又想动手的谢夫 再一次抛出问题 老谢 你所说的感兴趣 跟孵化有关系对吗 那么 孵化到底是什么 瞬间 严晃感觉到自己直播间 发出尖锐的叫声 四孩子哭喊放大百倍 差点震的严晃直接聋掉 红色的边框 覆盖了整个直播间 跳出闪烁的两个大字 警告 红牌警告一次 玩家言晃严重违规 限制其天赋 设计副本重要剧情时 天赋将无法成功发动 红牌警告一次 一道愤怒的孩童声音 锐利异常 在脑海中警告三次 直播间内所有人 更是在一瞬间 看不到任何直播内容 这道童音继续道 玩家言晃 为了副本剧情的正常进行 请不要过度依赖天赋 三次红牌 将处以停播关押查看处理 唯独万点积分道具 罪恶清洗液 能够清洗红牌次数 但温馨提示 罪恶清洗液的价格 将随着购买次数成倍增长 还请玩家言晃 以后三思二后行 这道声音落下 红牌警告才算真正立下 直播间重新恢复到了 能够观看的样子 所有人一脸猛逼 因为这一次红牌警告 无数人被吸引了过来 直播间在线人数迅速破了500大关 恭喜主播直播间综合数据稳定提升 已推荐至高玩类三级新人推荐 高级新星 好家伙 卡在这个剧情也能三级新人推 牛逼啊 严老师 很抱歉地打断你的问题 只是我想知道 这分明不是你该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要问呢 是知道些什么 还是想要知道些什么 严晃意识到不对劲 往后浅退一步说道 没什么 不过只是随口问问 毕竟孵化症这个名字听起来 还挺独特的 是吗 那严老师可真是一个有品位的人 哪里哪里 老谢过誉了 没有没有 严老师为人好 是值得这么赞美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靠近 老谢 虽说咱们哥俩感情好 靠得太近 难难受受不清的道理你懂吧 你有妻子有孩子 得避嫌 哦不 严老师此言诧异 我想说的只是 严老师的品位那么好 不如 让这完美的品位永远留在这一刻 怎么样 他高举手中菜刀 一道破风声响起 老谢高举手中菜刀 一道破风声起 严晃往后清退一步 直播间留言 来了来了 这一刀终于下来了 必死无疑好吧 妖协 已经准备好截图了 好久没看到喷泉了 严晃嘴唇一张一盒 金丝眼镜的镜片 折射出光亮挡住他的眼神 老谢 这把刀是送我的礼物 对吗 谎言判定 概率性事件 刀砍下了严晃的几根头发 却没有伤他分毫 在半空中停了下来 谎言判定成功 结果受作用者认知改变 老谢放下手中的刀 获得道具慈爱父亲的菜刀 品质 F 使用要求 5 属性 锋利 道具介绍 谢福木拥有一个慈爱的父亲 为了让他能够安稳成长 会用他平时做菜的菜刀 扼杀一切障碍 当然您是一个意外 此时直播间的弹幕炸了 在线人数蹭蹭蹭往上涨 恭喜玩家达成成就千人同频观看 奖励积分100点 无草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人天赋到底怎么回事 恭喜玩家达成成就夺刀 奖励属性力量加0.5 敏捷加0.5 我去 他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了道具 牛逼 真是别太远了 还有这种操作 主播直播质量综合素质 极大提升 现已推荐至高玩类二级新人推荐 新人主推 玩家花花花打赏了主播10积分 玩家黑锐狗打赏了5积分 各种奖励的叠加下来 此时的炎晃积分总和高达437分 通知 新人主推流量极大 机会千载难逢 请主播好好把握 面前的谢夫认知改变 不会再伤害炎晃 如果炎老师没有其他的事的话 我就先下去了 不打扰炎老师用餐了 炎晃将菜刀收到背后 点点头说道 麻烦老谢了 谢夫哈哈一笑 咱俩谁跟谁 还说谢谢 真见外了呀 也对 毕竟咱是你刚刚想宰了的人 说谢谢那可真的就太见外了 炎晃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 打开了积分商城 准备在里面换一些食物来吃 他现在也是有437的积分玩家了 虽然不算多 但买点吃的却是够用 炎晃打开了积分商城一看 发现不对劲 等等 为什么积分商城里东西的价格 完全翻了一倍 炎晃看着直播间的这些弹幕 也是眉头一皱 他就花了50积分 给自己买了一只烤拳鸡 以及一瓶啤酒 好家伙 烤鸡配啤酒 这可是50积分啊 主播是年少轻狂 不知积分难赚 还是已经视积分如粪土了 一只昂贵而不做作的美味烤鸡 增加饱腹感和精力 一瓶高傲的啤酒 增加勇气和抗压能力 炎晃长得好 吃的时候格外赏心悦目 一口烤拳鸡 一口啤酒 不快不慢 颇有节奏感 看着直播间观众一顿吞口水 吃饱喝足后 就舒服地躺在了床上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2点 一道不清不重的敲门声传来 炎晃瞬间瞪大了眼睛坐了起来 正常逻辑 坏人不应该是 悄无声息的作案吗 怎么还客客气气地敲门呢 还是说 他没有办法悄悄地从外面闯入 此时直播间人数又快速上升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速度 回到原本的数据 甚至超过 恭喜玩家达成成就2000人同屏观看 奖励积分200 此时敲门声还在不停地响起 声音比之前大了太多 暗示暗点的来了 12点 我现在躺在床上 害怕 好久没有看到有人能在孵化之都走这条线了 几乎全都是孵化线 那个画面又要看到了吗 我的星人七阴影要来了 严晃看着这些弹幕 只觉得头皮发麻 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 才能被称之为阴影 一只浑身都是眼睛的怪物 撞着严晃的房门 同时直播间的弹幕也炸开了过 来了来了 那东西来了 我躺在床上好害怕 那个画面要出现了 我的星人七阴影要来了 他们都在期待着 直播间的人气也在蹭蹭蹭往上涨 严晃看着这些弹幕 只觉得头皮发麻 那敲门声又传了过来 声音比之前大了太多 频率也开始加快 似乎是想要把门撞烂 不 不是似乎 是绝对 这东西绝对是想把门撞烂 意识到这一点 严晃感觉浑身血液循环都在加速 身体产生的热量在疯狂上涨 他几乎是没有多加思考 立马从床上起身 将旁边的桌子给拖到门口 对准门口缝紧紧压实 对方似乎意识到房间内的不对劲 撞击的力度与速度更快 即便是有桌子抵着 也能够感觉到门在发出震动 桌子不够 严晃立马转身 又将一旁的床头柜 椅子甚至是床 全都拖过来压着 严晃真的想骂娘了 能不能别撞了 信不信他从这窗户直接跳下去 结果对方还真停止了撞击 没有脚步 没有动静 什么都没有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他走了 严晃这般想着 他犹豫片刻 最终选择一探究竟 现在这个状态 他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从积分商城里 购买一个价格500积分的 夜市能力永久提升 购买之后 周围的画面果然要清晰很多 他小心翼翼地 爬上自己堆积的物品之上 尽量不让自己发出更多的动静 将身子一点一点地靠近房门 最终 他半边身子贴在门上 眼睛朝着门上的猫眼看了过去 左边 没有 右边 也没有 难道是真的走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视野的下方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视野挪下一看 毫无任何预兆的 一只巨大的眼睛 占满了整个视野 一直拥有着成人 头颅大小瞳孔的眼睛 随着视野更加开阔 炎黄脸色煞白 那是一颗蛋状的生物 除了中上端 有一只巨大的眼睛以外 整个蛋身还密密麻麻地 覆盖着无数歪七到八 正常大小的眼睛 他所有眼睛凝望着猫眼 隔着一小段距离 仿佛在与炎黄对视 炎黄只感觉头皮发麻 眼睛蛋子 这是什么鬼东西 炎黄只觉得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长满了眼睛的蛋 还在过道里眨眼 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又尝试撞了一下眼晃的门 撞了一次没成功 这蛋似乎也就放弃了 不再纠结于眼晃的门 很快 这蛋对准对门 用力地撞击了两下 对门立马就有了反应 今晚不是我 今晚是对门的 不是我 快滚 这道声音又是沙哑又是恐惧 颤抖着又在怒吼 看来对门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但如果知道的话 为什么不离开呢 这蛋完全没有要放过对门的意思 对门怒斥 快滚啊 我不都说了 今晚不是我 你放过我 放过我呀你 里面的人声音带着尖叫 似乎在用力抵着门 哭天喊地的求饶 眼睛蛋子 似乎因为多次撞击无果 情绪开始变得愤怒起来 他停止了一切活动 叙事许久 朝着面前这门发出了 前所未有的强大撞击 木板破碎 一块又一块掉落在地上 发出沉闷半清脆的响声 这是一个天生的骗子 却来到了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而且他的人声都在被现场直播 他刚住进旅馆 就看到一个浑身是眼睛的怪物 撞开了对面的房门 门内的男人全身都在发颤 不 不要过来 我求你 不要过来 今晚不是我 今晚不是我呀 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 男人双腿 顿然贪婪倒在地上 双手颤微微执着 自己的身体不要倒下 一下又一下拖着身子往后靠 明天行不行 明天 明天我主动让你吃都行 不 不用明天 一分钟 三十秒 求你了 我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给我十秒就好 我求你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会给你们写稿 我保证招来更多游客 更多的营养 不要急去我 我什么都可以做 他刚窟窿式的眼睛里流出泪水 情绪崩溃到了极点 然而 蛋上的眼睛并没有表现出 要放过他的意思 一只一只眼睛几乎在同一瞬间一眯 弯成了N型月牙 每一只眼睛都留下部分瞳孔能够见到 似乎在嘲笑面前人的无知 这笑容虽然 让眼晃都忍不住在心里骂娘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东西 但一跳一跳地朝着那男人走去 男人没有力气 只好转身趴在地上 如畜生般用四肢尽量移动 蛋身触摸到了那男人身体 这一瞬间 男人的表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扭曲着 变得猙獰万分 双手朝着半空抓去 颤抖直到僵直 分明是繁胎肉体 却开始溢出金光 这样的金光格外耀眼 耀眼到覆盖全身时 爬在猫眼偷看的眼晃差点看不清 紧接着 被金光覆盖全的男人 全身如化液体 一般粘稠地在地上覆盖着 像极了蛋液 颜晃心中大惊 仅仅是接触就已经化作蛋液了 他开始庆幸自己的小心 否则现在摊在地上的就不是对门 而是他自己了 地上的蛋液迅速被面前的这巨蛋 一层一层的吸收 并且发出咕嘻咕嘻的喝水声 蛋的眼睛变得享受与快乐 那吸附过来的蛋液 全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整个蛋 这样的画面有种奇异的吸引力 让他精神处于恍惚边缘的同时 也让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画面 突然一阵咔咔咔破碎的声音响起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里面钻出来一般 炎晃默默地将那把慈爱父亲的菜刀照出来 捏在满是汗水的手心 蛋开始晃动 一个东西正在爬出 因为背对着 炎晃一开始还看不到 那东西竟然灵活地直立了起来 体型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银润的液体粘着在那光滑的皮肤上 炎晃终于得以看清这东西的真面目 那是一个人 赤裸裸的背影 两块曲线近乎完美的蝴蝶骨 如要长出双意识的漂亮 腰脂纤细 双腿修长 蛋清在他细腻的血色肌肤上 让他的皮肤看上去又润又滑 透明的液体一点点地从他身上粘稠掉落在地上 当炎晃看清这个人的长相后 瞬间脸色一白头皮发麻 不是别人 正是炎晃下午还见过的谢伏木 他怎么会从这眼睛蛋里出来 炎晃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两个 最近一直频繁出现的字眼 孵化 孵化后的人还是人吗 孵化后的谢伏木还是谢伏木吗 谢伏木看上去状态好了很多 形势也诡异了许多 他隔着木门跟炎晃对视 炎晃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谢伏木肯定知道他在里 甚至知道他在看着谢伏木 他要做什么 是要闯进来吗 炎晃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刀 谢伏木忽然抬起手堵住了猫眼 炎晃危机感直线飙升 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死到有不死频道 赶进来就宰了你 一个浑身长满眼睛的怪物 刚吃掉一个人 接着怪物破碎 从里面走出一个美男子 当炎晃看清那张脸时 更是脸色一白 头皮发麻 此人正是炎晃下午还见过的谢伏木 谢伏木看上去状态好了很多 形势也诡异了许多 忽然猫眼一黑 被谢伏木的手堵住了 现在视野完全蒙蔽 完全没办法再观察到对方的举动 危机感直线飙升 炎晃再将眼睛凑了上去 视野中空无一物 人呢 就在这一瞬 黑影一过 猫眼视野迅速被一只眼睛沾满 眼白 眼黑 睫毛 以及那病态且疯狂的表情 接着他又把手指压在猫眼处打转 打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挤压得他骨节快要断脸 不好 炎晃脑子里应激 他迅速蹲下躲开 猫眼承受不住压力 直接爆开 玻璃碎片犹如散弹枪子弹式的迸发而出 颗粒落在炎晃的后背 炎晃耳边轰鸣不断 这个时候可不是能放松的时候 他立刻抬头 而抬头的瞬间 猫眼中只剩下了一张嘴唇 嘴唇缓缓地上下挪动着 虽没有任何声响 但炎晃读懂了他在说什么 孵化 下一个是谁呢 嘴唇闭着 嘴角却扬起 顿时 沙哑的声音传出 干涩的 讥讽的 像是身在绝望沙漠的人 还在嘲笑同行者一般 是你 眼晃瞳孔皱缩 该死 和他拼了 他咬着牙 一手握着门把手 一手握紧刀 是要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 而就在这时 对方又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四肢迅速地摆动着 转身飞快地离开了这个楼层 他跑掉了 一瞬间的事情 那个速度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 恭喜主播完成成就五千人同时在线 奖励五百积分 沉寂了许久的弹幕 也在一瞬间爆满 卧槽卧槽 太吓人了 这段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也没见到过呀 猫眼对视 妈的 看得我都不敢呼吸了 这是隐藏剧情 看得我措手不及 卧槽 妈的主播心理素质也是强 还敢一直看猫眼 操 吓死人了 感觉直播的 孵化之都 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我得赶紧给主播打赏点 不然主播死早了 就没办法看后续了 一看直播在线人数 已经到达了恐怖的五千七百三十三人 恭喜主播完成成就孵化见证者 奖励三维属性格0.1 评价 经过一天的试炼 您的面板终于还算看得过去了 不过 对于副板言 您依旧是一个小菜鸟 请继续为了更高 更强 更持久而努力吧 远晃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跟刚进来的时候 提升了差不多一倍 尤其是在身体素质方面 能够跟上正常人了 他看着杂乱的房屋 看来今晚是不可能睡觉了 而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消息谈了出来 恭喜主播直播间 综合数据急速飙升 留存保持稳定 获得一级新人推荐 首页新人推荐 本推荐流量极大 请主播好好保持 直播间数据的稳定 当这一消息出现在 直播大厅当中时 所有玩家的脸色全都一变 第一个副本 纯新人 怎么可能 他的意识和各种表现 比玩过几个副本的还强 纯新人完成这样 要不要那么绝 看来这一期的新人王竞争很大 前有医生 后有这位 还真想看看最后的新人王会是谁 卧槽 欺诈者这表现 医生肯定会注意到的吧 我记得医生现在已经加入塔罗了 对啊 国王还有意要把他培养成下一张教皇 手里的资源别说有多牛了 如果要针对他的话 他不得必死无疑 可惜了可惜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穿着白大褂 带着金丝眼镜的男人笑眯眯 走出来拍了拍他后背 嗓音随和又蛊惑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讨论我 让我听听是什么事 说话者全身如遭电流一般苏码 很快便被战力与惶恐取而代之 一 医生 医生没有搭理他 而是看向了那上了新人首页推荐的炎晃 此时的炎晃正在挪动房间里的家具 医生依旧笑着 嗯 是个很厉害的新人呢 这么厉害的新人 用他脊椎做出来的玫瑰 一定很漂亮 送给琳娜他一定会很喜欢的吧 不过 我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他停顿片刻 缓缓俯下身子 凑近男人的耳朵 吐着热气 你说呢 男人还没开口 肉体被刺破的声音 与内脏被搅动的声音便同时传出 一口鲜血 从嘴里喷了出来 医生将男人脊椎从身体里抽出 抱歉呢 我好像跟你勾肩搭背时用力过猛啊 实在是抱歉 这个男人只是嚼了两具舌根 下一秒整根脊梁骨就被活生生地拔了出来 医生像是欣赏自己的作品一般 看着手上的脊椎 似是不满意 随手将那条脊椎一扔 真是丑陋的脊椎 周围的人各个被吓得脸色发白 看着面前的医生 他们完全说不出话 也呼吸不上来 忽然 直播大厅中出现小孩愤怒的声音 警告 警告 红牌警告一次 玩家医生灵气严重违规 请马上到禁闭室关押处理 医生只是随手拿出清洁喷雾 往自己身上一喷 手上的血迹全都消失 警告声音再次响起 然而医生并没把警告放在心上 而是随手划拉了十万积分 买下罪恶清洗液 行了 可以闭嘴了 真丑 接着往自己头上一跤 警告声戛然而止 这灵气还真是阔绰 十万积分说话就话 看来她的天赋 塔罗真的很看重 忽然 医生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兴奋地抬眼看向直播大厅的门外 琳娜 你来看我了 众人抬眼看去 一位染着金色大波浪的绝美女子 缓缓走来 医生 少惹事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而医生上前勾住对方的脖梗 痴迷地看着她的脸 如果是死在琳娜手里的话 无论怎么死 我也心甘情愿 琳娜咬着牙 怒火中烧 红色高跟鞋 直接朝着医生的皮鞋 狠狠一彩 死变态 别碰我 骂完 她立马转身离开 紧留下一地淑女芳香 医生又疼又爽 她摸着自己的脸痴狂地笑着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琳娜 你等等我 医生追了上去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疯子 如果不是国王那层关系 早把她杀了 她在塔罗中地位不高 最近稍微有起来的势头 也是因为医生对她的爱慕 塔罗需要她来制衡医生 镜头一转 就来到了严晃这里 严晃终于挪完了所有的家具 她猜测谢福木 还没有想对她下死手 起码今天没有 明天就不好说了 她必须出去探查更多的线索 不能浪费时间 命只有一条 必须用剩下的1479积分 做好保障 所以她兑换了一个 低级全视角探测 又另外的兑换了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可以在关键时刻 保她一命 严晃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对门 刚进去就能闻到一大股恶臭 像是人几百天没洗澡的尿素臭 和食物腐烂的臭味 逼得炎晃都快吐了 垃圾袋里 都是各种烂掉的食物 以及呕吐物 在这并不算宽敞的房间里 堆积成一座小山 她压着自己的鼻子 保持冷静地开始寻找线索 在桌子上看到一台电脑 炎晃打开电脑 对方并没有设置密码 在电脑桌面 看到了一个名为日记的文档 她点开日记 扶了一下自己的近况 按照现在孵化之多的时间线 日记是从2121年6月1日 开始更新的 也就是一年前 一开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是跟自己来到这里 差不多的经历 一直看到2021年6月10日 操操操操操 这旅店绝对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操 夜晚我撒尿的时候 听到一直有敲门声 用猫眼看了一眼 是隔壁的隔壁 敲门的不是人 我看到了一个怪物 全是眼睛的一颗蛋 好恶心 好尼玛恶心 卧槽 那怪物在碰到隔壁的人的时候 那人直接变成液体了 被吸收了 我看到蛋破壳后 走出来一个孩子 是镇子里的人 妈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镇子是怎么回事 这蛋是怎么回事 营养 是人 见鬼 我得走 我明早就走 我完了 我出不去 进入孵化阵 是再什么都看不到的车里 出去后是一片森林 我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我被老板发现了 他把我抓了起来 他要杀了我 他要杀了我呀 我要疯掉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在网上求救 结果 只要是跟求救 和透露孵化阵的事情的消息 全都发不出去 我键盘都要敲烂了 谁来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老板说我如果跑了 会被全镇子的人追杀 我不想死 我在房间里不敢出去 但是待在这里 我迟早会死的 今天晚上又来了一颗蛋 我的隔壁受害了 之前那个从蛋里走出来的小孩 前一天白以内 加减乘除都不会 今天他妈的直接全镇子 开席做事件难题 这就是孵化吗 这就是天才的来源 这个镇子在干什么 这不科学 他们是在害人 这他妈算什么东西 今天是隔壁 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谁 我觉得是我 2121年6月12日 我成了猖鬼 看到这里 日记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后面的 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了 只有一个猖鬼的 自哀与惭悔等等 最底下的内容 好像与中间 那么大的一个重复内容 有所不同 2122年5月30日 情 我终于可以死去了 在我完成我的著作之后 我唐欣一生唯一的著作 我用罪孽堆砌弃时间 而写出的著作 可惜 相关这里的一切 都只有在他们允许下 才得以发布 不过没关系了 我就要死了 从日记来看 他的字里行间 透露的明明是一种解脱 他明明是在等着死的这一天 只是他在这一天之前 还不想死吧 所以 他肯定不会甘心 将这么重要的信息遗漏 除非有人故意删掉了 这时 炎黄找到了一个名为 新生的文件家 他打开一看 人们把坚韧的外壳 当作强大的罩子 封锁一切名为真实的存在 迎合着世界定义的标准 于是有了优秀的模板 于是有了成长与新生 看起来 他在意有所指线什么东西 或许这故事的主角 就是他自己吧 当每一个月末月初之时 他们都会举办一场神圣的仪式 祈祷他们所信奉的神明 赐予他们渴望的力量 他们深知这是走入深渊 可毅然以身坠入 换取所谓的光鲜亮丽 仪式的条件是 一个愿望 一个屈服 当仪式成功之后 磨平了棱角的人 终会迎来新生 炎黄看到这里 心里一咯噔 他们信奉的神明是天才之时 炎黄几乎是一瞬间想到了这里 当他滑动鼠标 下意识地移到最下方时 他发现 这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 在结尾处少了一个句号 少了一个 完 难怪 难怪唐欣刚刚会求这要十秒钟 他还有遗憾 炎黄深深一呼吸 最终选择帮这位可笑 又可怜的未来名作家 完成最后一笔 炎黄给唐欣的故事 画上句号 写下完 用罪孽堆砌弃时间 成为安全的堡垒 创作出一生 唯一且不被人知晓的 著作的名作家 还真是一个可笑可悲 又可恨的人了 下辈子 别乱跑了 就在这话音刚落的一瞬间 电脑中所有文字 转变为金色的光芒 一颗又一颗的汇聚起来 在漆黑的房间之中 电子字节化做光桥 字字落入炎晃下 意识摊开的手中 汇聚成一本厚厚的书籍 恭喜玩家炎晃 获得道具唐欣的新书 道具介绍 唐欣是一名致力于 奇幻冒险的未来名作家 可惜他没有未来 在他新书之中 有无数奇妙的记录 若玩家见到 副本某种怪物的 百分之五十信息展现 则将成功记录 该怪物方百分之百的信息 此时 直播间弹幕飙升 甚至炸 卧槽 又是一个道具 还特么是未知品质的道具 直到百分之五十 就能解锁百分之百信息 这特么 开荒神器啊卧槽 主播有一箱卖吗 我十万积分买 这特么 就写了个句号打了个完 就得到这种开荒神器 运气也太好了吧 买个屁 我也直接重刷一次 孵化之都就好了 等等 为什么 孵化之都的副本入口被封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莫非 欺诈者走的是第一线 卧槽 孵化之都竟然有第一线 炎黄打开书页 大概地查看了一下 唐新的新书中 目前对于孵化之都的 三个生物的记录 孵化之都 孩子 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但他们拥有放肆的灵魂 即便他们表面上 貌似不够放肆 孵化之都 天才 孵化中 天父 汲取 放肆的灵魂中 就被现实磨损 完美的孩子 在蛋中等待孵化 等待汲取营养 窥视的眼睛 无时无刻 不是在小心翼翼地 观察着这个世界 或许他们的内心 还在挣扎 但不可否认 他们期待将你当作养料 迎来新生 孵化之都 天才 完全体 天父 遵从 他们终于成为 父母眼中的好孩子了 除了放肆的灵魂与意志 他们拥有世人艳羡的一切 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天才 是毫无疑问的好孩子 其他数值越来越高 而智力却越来越低 这到底是优秀之人 还是任人操控的傀儡呢 就在这时 面前电脑 在冲着电的情况下 全然一黑 而在黑屏的一瞬间 上面开始出现电流 正在迅速地组成一串字符 肥料之道的太多 可不是一件好事 正在这时 谢母一手提灯笼 一手背着一把菜刀 突然出现在了房门口 明明在我打开电脑的时候 就知道了 却还是等我看完之后才过来 谢姐好像很期待杀人灭口 毕竟像严老师这么聪明的人 不会像那个蠢货一样 永远被困在这里 可越是聪明的人 也就越美味 是不可多得的营养 谢母突然高举手中菜刀 阴阳怪气地说道 严老师可还有什么 遗言想说的吗 男人头摸进一个房间 刚把电脑里的资料 查看完准备离开 突然一个女人替灯笼 背着一把菜刀 站在房门口 明明在我打开电脑的时候 就知道了 却还是等我看完之后才过来 谢姐好像很期待杀人灭口 谢母二话不说 高举手中菜刀 就朝着炎晃脑袋披了下去 就在菜刀落下的一瞬间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倒还真的有两个问题想问 谢母整个身体突然顿住 然后放下手中的灯笼 伸出手抬起炎晃的下巴 她眼神痴迷 有什么想问的 谢姐尽量满足你 我想知道 老谢和谢福木 有没有意识到 我已经知晓了那么多 他们为什么不来 原来是担心被我吃了毒食啊 你放心吧 我们做父母的 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 你呢 本来该成为我家福木的食物 结果福木那傻孩子 竟然把糖心吃了 真是不让人省心的傻孩子 不过也没关系 我们孵化症上下一条心 把你留给其他孩子也一样 至于老谢啊 他今天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让我过来一个人解决 没办法 只能委屈炎老师 被我一个人杀掉了 眼晃低着头 眼角微微一翘 我还想知道 你的肩膀能承担多少的力量 阴落 眼晃抬起下巴 手中荧光乍现 谢母手中的刀无力握住 掉落在地发出声响 他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看见那熟悉的菜刀 直接砍在了他的左肩 血液顺着切口与刀柄 一滴滴流下 谢姐 真是抱歉 很疼吧 我也是太害怕了 才会对你下重手 下次一定注意下手轻点 但我看你也活不久了 有什么想问的 我尽量给你解答 谢母一只手 抓住眼晃的肩膀 惊讶地说道 你怎么会有他的菜刀 眼晃直接拍开 他搭在肩膀的手 这把刀 当然是你丈夫送给我的礼物 上一台 被瞬间切割的血管 失去阻隔 可不得流血量 如喷泉般一出 落在地面上 被地板缓缓吸收 而让谢母最终 陷入崩溃的不是死亡 而是他抬头的瞬间 看见了那个男人 脸上挂着儒雅笑容 身上滴血不沾 所以谁才是猎物呢 反正不是我 我可是要活到最后的人 唐欣的新书 已成功记录新怪物 孵化之都父母 他们创造生命 他们用生命延续自己的意志 孵化之都的父母 永远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只有这样 孩子们才会乖乖听话 成为优秀的天才 显然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 最终成为了自己 谁让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呢 严晃看着这介绍 眼中带着些许悲哀 对天才拥有超出 本体控制权的 至高控制权 是爱 亦是束缚 但严晃知道 出生在孵化阵中的孩子 注定悲哀 严晃默默地 将谢母的尸体抱起 挪开唐欣堆 堆积了半年的垃圾袋 将他藏在里面 不管怎么样 用人家轻爹的菜刀 把人家亲妈杀了 他就算再怎么坏 也还是得抱歉一下 能藏着就藏着吧 看不见 就假装没发生过 直播间的观众们 被严晃这一波 操作秀得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欺诈者真特么 我刚刚真以为他就要白给了 结果他这波反杀搞的 太特么刺激了 妈的 真的毛骨悚然 难怪会被系统 评定为欺诈者 前半场完全没看出来 他是这种人 现在新人一个比一个变菜 藏识是真的 玩的菜是假的 毫无疑问 这波反杀的反应 算是让观众们 足食心惊肉跳 眼晃看了一眼 直播间在线人数 七千多人 数据还在稳定上升 那边是在进行仪式吗 他通过窗看到天才之石 正在发出 不属于这个时间节点 该有的洁白亮光 镇子里 东南西北 四面八方 无数人走出自己的房间 他们犹如傀儡一般 整齐滑衣的 一步又一步 朝着白光的方向走去 像是有人指挥似的 他们在相遇时 又会整齐地走成一个队伍 时刻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保持着同样的脚步 仿佛是早已设定好的机器人 炎黄抿着唇 摆正脸色 学着他们的样子 朝着巨蛋走去 他的心跳在疯狂加速 他在恐惧 也在兴奋 恐惧着未知 兴奋着答案 卧槽 好友 竟然这么干脆就出去了 他是一点也不怕 我靠 这也太猛了 融入其中毫无违和感 我光是看着就已经头皮发麻了 恭喜玩家完成成就万人同时在线 奖励积分一千里 恭喜玩家完成成就与弹同行 奖励复制背包内 消耗类道具成一 恭喜玩家直播间数据稳定优异 现已推荐制一级新人推荐 新人主推 新人主推流量极大 希望玩家继续保持 一道道弹幕提醒飞过 眼晃内心毫无波动 剧烈的白光周围 将巨坑的形状照耀 成了宛如白日的模样 父母走进天才之时 在坑外围成一圈 双手做出祈祷的模样 虔诚无比 闭着眼睛 沉默不语 仿佛祷告中最忠诚的信徒一般 那巨坑仿佛是活了一般 原本平整的边缘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阶梯 孩子们会成一列走入坑下 他们秩序井然 围绕着天才之时跪下匍匐 脑袋埋在自己的手背上 心甘情愿地沉浮在这神奇 而又温暖的光芒之下 诡异且美丽 这就是仪式吗 早上的天才之时 到了晚上竟如此一样 这光芒包裹的感觉好奇怪 严晃心中惶恐犹然而生 童话 看来真如谢夫说的那般 多亏了天才之时 镇子里的孩子才会变得省心 在这温暖的光芒下待久了 没准他也会变成一个省心的客人 但现在这个情况下 他只能硬着头皮 跟其他人一样走下楼梯 成为坑中包围着蛋的一员 他也学着跪下 匍匐着 可越是如此 严晃体内激素分泌得越旺盛 通过高级全视角探测 在第二视角的范围下 看到了整个全景 孩子们在坑内跪着 父母们在坑外祷告 我的儿子一定要成为人中龙凤 要成为最优秀的科学家 我的女儿要成为世界上 最优秀的话剧演员 请让他每天都保持 十个小时以上的练习 我们可都是为了他好 这时他听见了心跳 普通心跳的声音很清晰 频率却是很慢很慢 哪里来的心跳声 他小心地抬起毛子 最终锁定了心跳的方向 天才之时 那不是石头 而是活物 是拥有着心跳的活物 逐渐 心跳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杂乱无章 是天才之时的 不 是周围所有孵化者的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 他已经无法再继续 模仿周围孩子们的行动了 他能清清楚楚地 看见蜷缩的孩子们身上 缓缓被一层透明的白膜包裹 白膜渐渐深化 透明度越来越低 最终变成了一个个 圆滚滚的蛋壳 蛋壳包裹着孩子 而孩子们无声无息 直到眼晃发现 闫老师几个小时没见 精神健好啊 闫晃抿着唇 依旧是保持着微笑 老谢精神也不错 不知道你有没有清楚一个消息 谢父疑惑地看着闫晃 哦 闫老师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说说看 闫晃并没有着急去说什么 而是弯下腰 默默地给谢父鞠躬 首先呢 我得给您道个歉才是 谢父眯了眯眼睛 闫老师有需要对我道歉吗 闫晃手中拿出一条项链 这项链没什么特别 只是在他手里时 摇晃地碰撞着 在背后强烈的光照之下 隐隐有所透光 闫晃身世而又诚恳地说道 因为我杀了你的老婆 很抱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 不原谅也没关系 毕竟你老婆也没法活过来了 他道歉完便将这项链 随意地丢了出去 就连他自己也没想过 项链会落在哪里 你说什么 你杀了他 你怎么敢杀他 该死 你这个该死的 神啊 请下达旨意 杀了这个不实好歹的亵渎者 一瞬间 炎晃感觉到 自己背后的巨蛋的光芒 一闪一闪 似乎真的下达了某种指令 谢父也仿佛得到了 某种反馈一般 激动地跪了下来 谢谢神 谢谢神 各位 杀了这个异类 分食他的营养 父母们在刹那 全都前进一步 嘴里碎碎念着什么 他们的意志 传递到了天才的身上 周围 黑影晃动 一颗颗蛋迅速冲向炎晃 他们基础速度不快 可配合上下落的状态 把炎晃给团团围住 你是逃不掉的 还是早点任命 成为孩子们的盘中餐吧 所有人都以为 炎晃必死无疑 直播间的弹幕也不停响起 欺诈者就这么死了 活该 谁让它这么拖大 它必死无疑 它最终被无数颗蛋包围住 这些蛋也同时把躯体上 无数眼睛凝成了月牙 直到咔咔咔咔 一阵怪异的碎裂声 在耳边响起 你们听到了吗 什么声音 煞石 一颗蛋直接破碎 里面金黄色的蛋液 飞上半空 在巨蛋的光照下 反射出耀眼的金光 所有的眼睛瞳孔一缩 他们不敢相信 面前这一幕怎么发生的 不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躲过极取 孩子 我的孩子 我好不容易才孵化的孩子 你陪我孩子 万一下一次生出来 又是一个废物怎么办 你得给我下一个孩子做养料 此时 所有蛋都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的所有眼睛 都表现出恐慌 他们要跳出这个范围 当他们刚要跳出的一瞬间 蛋液横飞 如细雨直下 本该变成营养液滋润着孩子的人 却是穿着一身紧密贴身的 纯黑皮套 站在原地 果然 只要不是绝对接触到细胞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他伸出手摘下头套 露出了那一张清秀的脸 手指沾着些许蛋液 品尝了一口 他的脸上保持着微笑 从外打破的 也不过只是食物罢了